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针对施行的日期啊 我刚刚在第七条的说明的时候 我已经提出来过了 我想民进党团或许是因为 第七条内容的更动 所以把十五条直接写成 本条立志公布日期施行 那但是我要再次提醒 本院注意的事情是 如果本条例没有一个施行日期的话 将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七条里面所讲的 本条例施行期间 到底就所何止 要怎么样定义 从公布以后开始实施 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到底什么时候 是本条例的施行期间 这会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我相信 第七条第一项的条文 一开始的时候 本意是希望 把本来八年八千多亿的预算 分成两期来办 第一期四千两百亿 第二期的期程跟预算的规模 不会超过前面那一期 但是问题是 大家如果仔细的看第七条第一项 目前的条文构成 将会发现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 第七条的第一项 只有说 四一期的期程跟预算规模 不能超过前一期 但是在第七条的第一项 从来没有规定 到底可以有几期 那这样子的立法 规范的模式 在一个特别条例当中 特别是在处理以举债的 特别预算 将会导致未来在适用上面 相当大的困扰 那因此我们还是建议 依照本来提出 这整个条例 它的初衷 就把施行的期间 最长最长 就到2024年 那如果没有办理第二期的必要 也不会影响到 在这个条文解释适用上的困扰